欢迎来到我的安妮日记 国庆休息了五天 今天终于要开始营业咯 我们今年的国庆是没有出去出行 因为我们是刚从武汉回来嘛 如果你没有看武汉的Vlog 千万要去给我们支持一下 然后我们之后又会出发去宁夏 所以我觉得国庆算是 我在家休息的唯一机会 接下去11月份12月份工作也会很忙 就想着说多陪宝宝一点 所以觉得不要去凑热闹比较好 不知道大家我和国庆都去了哪里 人山人海下饺子 可是1号2号我都带宝宝去逛了南京路 还有外餐我的天 那人啊真的太多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现在呢要去Costco 然后很久没有去逛一下了 买点东西 储备一下我们的粮仓 OK我们Costco见啦 每次来就控制不住自己 这超市真的太诱惑人了 什么东西选品真的太好了 整整一车 这一大车 我的天了 我们现在要吃Costco的那个牛肉卷 本来想吃那个热狗的 但没有了 不过也没有关系 最主要的是我想吃它的这个 洋葱和芥末 芥末 还有那个黄瓜 它这个香味特别特别特别香 特别特别热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是不是 当然 我买两瓶茅台酒 等到恩宝二十几岁 她出嫁的时候 就可以给她当做一个 就是嫁妆酒 女儿红的感觉有没有 虽然女儿红好像是黄酒 但黄酒女儿红超难喝 刚才我妈特地去问了那个贵姐 她说一定要买这个53度的 它比较有收藏的意义 我买两瓶53的 然后还有这种是43度的 43度就自己日常喝的那种 如果你放久了 它会把那个酒气就散掉 这种53的话 它就是越沉越香那种感觉 今天又学习到了 真的就是学习到的知识 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上次过来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毛银银为什么这么多 然后他们价格也不一样 你知道吗 4000块5000块 有些又只要999块 到底什么区别 像这种43度就只要900块钱 就觉得为什么区别会这么大 然后今天真的是学习到了 也知道了它确实是品质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种是多少我们买的 这种的话要4100多元 是你未来女婿喝的应该是 也不是吧 我自己喝的吧 我自己到时候留着两行累在喝这辈子 行了 那我就要吃我的牛肉茄了 好嘞 最后一口 哇 精华一定要这样 所有的这个原料 腌黄瓜 洋葱 还有我的最爱的 酱 酱 芥末黄 芥末酱 一口 干了 嗯 再回家高歌一句 好像急 走吧 回家 我 我 想起了那个时候隔离期间哈 我们去Costco的第一次场景一模样 那时候我还搭着个洞葱胶椒吧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肚子了 然后需要加入这个半括的这个行列 当中来 登登 我们现在要来硬脚印啦 但是我买了一个印尼 我以为是就是传统的印尼 想不到它是这种什么一次性免洗印尼 真的坑人了 就在43度的茅台上面 先试验一下 成功了 我再放那边去 开始喽 恩宝 这个是试验的 反正没关系 试验要把它记下来 万一试验成功的这瓶我也要放着呢 可以拿下来 哎呦 哎呦 我胡的 哈哈 哎呦 你大部分按下去 有了没有宝贝 有了啊 宝贝都不知道干嘛 哎呦 看看那个脚子 你看看那脚底部 哈哈 快点快点快点 这个干嘛 那我们直接印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实验啊 是啊 我觉得直接印就可以了 你先印上去嘛 因为我们已经 这瓶也不要留着嘛 嗯 哎呦 行 可以可以可以 不要 不可以啊 哇 好的很 好的很啊 给妈妈按一瓶 给爸爸按一瓶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我们再稍微弄一下 不然已经没有了 哎呦 哎 加油 好 123 麻掉 拿两个快了 这瓶不知道是20年后 哇 嘿嘿 漂亮啊 你这个啄 走 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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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糊掉了 哎呦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好嘞 这个好的嘞 就这样了 哈哈 那成功了 成功了 宝贝 就这样了 你的茅台啊 宝贝 哦 你的茅台啊 是嫁妆了 看一下 叮叮 很高兴 Good morning 我们今天来看展了油罐艺术中心 然后他们的小伙伴又邀请我们过来看一个周年展之类的东西 开心 开心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展的门口 然后它这个展有一个特色的地方 就是会有特别多这个艺术家嘛 过来给大家看诊 然后就可以聊天啊受启发什么的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刘建华 大家然后再去翻看一下 我们长沙那期Vlog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把刘建华认成了刘德华 因为它那个展就是重庆森林那种类型那种展 就是那种摄影展嘛 我就觉得那应该是刘德华吧 然后其实它是刘建华 就大家去看那个Vlog你就知道了 特别搞笑 OK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这边好多游戏啊可以玩 套圈儿然后塔罗牌还有抽奖 酸塔罗牌 好好吃 吃点好多游戏啊可以玩 我天哪超饿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楼下好多人在吃粽子 所以我们决定要去卖个粽子去一下 走吧 这肉粽也太诱人了吧 我这个天 你喜欢吃肉粽里面的肥肉吗 我觉得超喜欢它 平时我不会吃但是 你知道粽子为什么要放皮肉吗 就是因为要太涩了 真的太好了 我是这个可以把任何活动都变成美食节目的一个人 最近我看了很多这样子的艺术展嘛 然后就让我回忆到了我初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会举办那种艺术节 然后有什么烹饪大赛 每个小组为单位 然后大家就是要烧菜啊 然后我记得我有个菜还得了二等奖 姜蟹番茄汤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种超好吃的 然后我发现大家好多人作弊嘛 就直接拿了那个酒店的那种菜去参加比赛 然后让我很气愤 然后我就是靠着我的实力 真正的在现场烧了一道菜 得了二等奖 好多艺术家类的的人 然后穿着都挺洋气的 然后在这摆小摊 然后卖那种三明治啊之类的 然后刚才我们去算卦了嘛 就是塔罗牌这个东西哈 我以前没了解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 帮我算的那小姑娘 她说就是一个交流型的互动 就是可能跟心理学有点关系 又或者是你散发的能量的一些东西 对一个解读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算真的挺准的 真的是算到我心坎里去 就有可能我觉得塔罗牌 和算命这个东西哈 也有很多程度上 是你的这个心理的想法 会跟着算命的那个人走 你会带入自己的故事 就以至于你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是非常符合你的情况 它算的非常的准的那一种 但我是真心觉得 它有感受到我的那个能量 然后咧 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家啦 现在是5点20分 我回家还能溜个娃儿 然后把昨天买的一些食材 拿出来烧 我们今天要烧羊排吃好不好 OK 待会儿见吧 226 227 28 29 31 我们回来的第一件事情是 6小娃 是不是啊 走喽 溜娃气了 它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可以看好多灯 它就喜欢看汽车 看那个啥故想单车 我要跟它介绍 这是美团的 这是哈喽的 还有啥来着 就是各种各种 今天的晚餐呢 哇 给看这美丽的漂亮的羊排 色泽鲜艳 油脂丰富 形状优美 我们的晚餐开始啦 这个就是 恩宝宝爸亲自烹饪的这个羊排 还有我亲自调制的 瓜卡莫里改变版的一个沙拉 还有我们恩宝今天晚上梅子吃啦 他今天的腐食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你就吃你这个豆豆啦 这个要趁热吃不然马上就老了 可以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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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9月10日,是我们国庆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结束哺乳期的节目 第一天,所以我今天就过来看牙齿来矫正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牙齿就是这一颗往里长,它会给大家视觉觉得我是上一下歪了嘛,那其实不是 我领域是齐的,就是这一颗是歪的,但它还是会慢慢的把脸部的这个结构啊,就是会歪过来这样,就不太好看 所以我现在左脸跟右脸就是完全两个人,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来过来矫正一下 OK,我们要去拍片子啦 OK,我已经看诊完毕啦,感觉还是蛮顺利的,然后这个医生也是很谦虚的那一种 这个医生很棒的一个点就是,他会根据你需求,我就很想我的牙齿内收一点嘛,就是鼻唇比会更好一点 然后他也比较明白我们女孩子,所以他就说会尽量帮我调整 OK,我们现在回去,要回公司散班咯 好,我的午餐来了,超级爱点的一个外卖,麻辣拌,麻辣拌哦,不是麻辣烫哦,就是那种拌起来的那种有酱汁的那种,就是酸辣口味的 因为它太好吃了,以至于我就给他评论写了一个小作文了,我有发在我的小号 它这个小号面超好吃,因为它的酱汁很好吃,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一定一定要点,这个龙虾包,这个龙虾包我是觉得是最好吃的一个 还有,我的日常外卖搭档,就是这个麻辣拌配臭臭的奶茶 我们现在呢,要去看秀了,现在是上海时装周期间 然后大家现在呢,就疫情好一点了嘛,就很多的这些活动也开始举办起来了 今天邀请我的这个品牌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它叫蜜扇,特别好看,就是那种中国元素和潮流元素结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的,anyway,我带大家去看一看逛一逛 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去一个after party 其实我也是很想回家,就抱宝宝那种 但是,诶,是吧,也想回家,vlog带大家去玩一会儿呢 是不是,我可是在断奶的那一天,就去club的人 今天我穿这个中华小当家的这个装扮哈 所以我决定还是吃东方美食 我的梅子酒来了,我的天哪 我现在是一个free people 所以我可以喝whatever I want 昨天我跟你讲,我看了这样一个视频 就讲她的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一些感想 然后其中有一段就讲她说自己对酒精的一个依赖 然后直到有一天她的牙被磕破了,你知道吗 看她那边那个景象的时候,我就觉得又可怜,又觉得很好笑 像我们家里包一种,它里面是有素菜的 像我们家里包一种,它里面是有素菜的 它里面是有素菜的 好吃 我们遇到了全上海最隐晦的一个酒店大门 她就在吃饭 你们要吃饭吗? 对 你们是要吃饭来做做 拆着我的塑料袋,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工具 只是一个火柴而已,跟我手臂一样长的火柴 今天可能会拍得到的东西 时间系列 好看吗?这个牌好看吗?很有质感 你摸到,你摸到就知道了 突然就剧透了一把 我的天哪,终于到了 我们特意订了一个高级的房 好像是除了它套房以外最贵的一间房 想不到,挺小 OK,这是进门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厕所 镜头里看上去会更加的朴素 但实际的话还是很简约的那种感觉 对,层高很高的那种 还是蛮简约的一个感觉吧 然后进来这边就是床 电视是在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好景观的一个梳妆台 给你们看一下外面的景 确实是很美的一个景观 有一个小客厅 送的这盘水果倒是蛮好看的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拍摄一些内容 就是双十一啊,我们想发的一些内容 今天有三个视频的内容 但现在已经是四点钟了 我们再和时间再跑 Hello大家好,我是Anne,一年一路双十一 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解析一下 安你回庄园 今年烧席的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就是 买一送一 你看我这一堆的东西 没有说完 现在太阳机下山了 虽然在镜头里大家看我还真美丽啦 但是呢 就是太阳机下山了 我还有六个产品没讲 就肯定是拍不完了 我不想它光线就是变化的太不稳定嘛 所以打算明天早上起来拍 哎太惨了 那我就现在只能就跳到第三个视频开始拍 第三个视频是一个ASMR的视频 是我想说用我们全线产品 给大家拍一个不要那么硬的那种吧 就是还是可以去享受去看的一个视频 这样子 祝我好运包 给你们看看 这西方特别的就是长款 我到时候会拿来当连鱼裙穿这样子 就是这个单穿其实没有这么漏你知道吧 但如果你一旦穿一个外套 就感觉你好像穿了个胸罩就出门一样 OK 我们下楼去吃饭啦 我跟你讲哈 我们真的碰到壁馆了 我真的是绝了 连餐厅都碰到壁馆的 他这餐厅是周一和周日的晚上不饮宴 今天是周日 从《亮丽美少女》拍到了素颜 对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 在这里一连两语也讲不清楚 现在差不多连续拍了五个小时 好好嘞 明天要拍一个视频 然后本来明天的话会带宝宝过来 一起拍一个图文 但是现在看来估计是来不及的 明天我的那个视频拍完之后 估计要退房了吧 就是双11之前吧 就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吧 OK希望一切顺利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补充一下能量 这是午夜12点 OK 这一套西装加这个口罩像那个保安 像划车的小先生您好 入住吗 入住 我们现在要出去吃夜宵 又发现后面有一个烧烤还不错 不行就能到 希望这种偶遇能够让我们遇见美味 OK let's go 无道财儿 现在有的时候就拍中国鞋的时候 就很想放下那些攻略你知道吧 就自己出去偶遇一下什么小店之类的 所以会有一些意外的生活和惊喜 就比如说和四面装 被我打抠过的这些店铺或者是产品 都会遭受到关门或者下架的这种风险 想起我推荐过的那个pharmacy的精华 它也下架了 和四它也关门了 你看夜宵 夜宵 就是它的 黑鸡 黑鸡 烧鲜沙手 老花 就想起了我们去云南吃那个烧烤的时候 反正就大姐那个石板烧烤真的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还有那个巴巴真的是非常好吃 还有这是烤大蒜 试一下 糯糯的有点糯糯的一样 非常像是像是土豆的那种感觉 拜拜我们要吃晚饭哦 明天再见了 拜拜 Good morning 又是新的一天 要跟这个房间说再见了 我要跟这个景色说拜拜喽 拜拜啦 这个风景真的超好看超美的 然后这一袋 就是我双11购物清单要分享的东西 这个袋子超大的 我要去给你们看一下 这偷袋子要多大 你看看这个 OK你们还是看一下这个东西吧 特别搞笑 这是一个火柴你知道吧 太搞笑了 因为我们昨天要拍的一个视频 它是需要点蜡烛的嘛 然后我就想说拿个火柴点 会比较的就是有感觉一点 然后我们就在饿了吗下单了一个火柴 他拿过来的时候竟然只有我们大哥 我的天 就是那种点炮的那种火柴你知道吗 拜拜大会见 我们是要给宝宝拍一组那个帮宝式的一个照片 我呢今天就充当一个配角的角色吧 可能露个下巴之类的 那我现在就陪他去玩一会儿 然后等他睡觉睡醒了我们就开始拍 收工 我们现在准备吃晚饭 我现在是在做一个 avocado的guacamole 就你朋友来家里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做一个这种guacamole 盐 胡椒 如果你就是口味比较重点的话 可以加香菜和那个大蒜 要我来吗 看到没有 什么叫滋水 挤一个大蒜进去 如果你要吃面包的话 就要把这个打成泥 然后把这个番茄要切很细的那种 如果你是像吃这种沙拉类型的 就像我这样的 稍微大快一点 我的天哪 这个是Costco买的那个增拌面 麻椒拌面 看起来是不怎么样 对但是味道真的超级超级香 这个面真的精的 不过这个饭是确实辣呀 韩式炒饭 就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但是我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我今天一个人吃拌面的原因 也是这里 我真的超香的 就韩式的那种拌饭的感觉 它这个是越吃越辣的 你没有发现它是那种后辣上来 后劲很强的那种嘛 所以你是爱吃辣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Costco的这个 这就是越 好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都在用的精华 是这个欧莱雅黑精华 不是我第一次推荐它了 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 那么性价比高 不是说价格实惠就可以 要真的好用 有效果 才是真正的物超所值 它质地是这种蛋清状的 上脸有种滑滑的感觉 然后非常好吸收 很轻薄 作为一个混油皮来说 用起来也是毫无压力 然后一点都不会闷 现在抗初老的概念 真的越来越普及 其实本质上就是在我们肌肤 还年轻的状态下就开始抗老 就能把肌肤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不要等到出现皱纹 再去做一些抗皱啊提拉一些项目 这样可能就会付出加倍的代价 欧莱雅就是非常好的 适合各种肤质的一个抗初老精华 它的作用就是在强韧肌底的同时 去修复受损的肌肤屏障 然后温和的去代谢角质 欧莱雅黑精华确实适合不同阶段的人群 如果你是年轻肌肤它可以抗初老 如果是清除灵肌肤可以加强代谢 去帮助后续的保养品吸收 让皮肤保持在一个弹润透亮的状态 所以不知道什么精华适合自己的姑娘 我觉得选黑精华就绝对没错 一天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晚上夜宵的时候 今天还是尽量的先把我们家的这个大闸蟹吃完吧 不然过几天 我明天要带宝宝回我的老家去 因为双十一太忙了 看一下我们的夜宵套餐 西班牙的这个沙拉米红肠 虽然价格很实惠 但是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款 我觉得它特别的香 让我尝一口是什么味道 泥水人的吃法 蘸醋和芥末 西班牙人它可能就是原味 然后我教大家怎么看 这个蟹是公还是母吧 你看它这个屁股是尖尖的三角形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公的 然后这个圆圆的就是母的 上次我们展会上买的 我觉得还不错 真不错 不会太甜 然后有啤酒的味道 然后又有气主要是 有很多果酒它就是做到 没有那种啤酒的香味 但这个我也还蛮好喝的 你以为这就是我们夜宵的全部吗 蹦出来给你们看我们真实的美食 看看看 你有没有闻到这个味道 猜猜这是什么 天哪 我加醋 你们螺蛳粉加醋吗 不知道是我饿了还干嘛 我觉得好像比粉加的要好吃一点 但也是比较淡的那种 说白了还是那个啥 好换螺最好吃 好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去夜宵了 明天大家 OK 我们现在要去复查一下牙衣 然后上次她做了模具之后 今天就会告诉我方案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到底要不要拔牙 同志们我惊了 我竟然就已经要戴牙套了 我到晚就变成一个钢牙妹了 我的天 我刚才选材料嘛 就是有隐形牙套 然后钢的 还有陶瓷的 就是传统的那一种 然后我选的钢的 我觉得最酷 对吧 我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以为要先拔牙 然后她说是先戴这个 就直接可以粘起来了 以为这个Vlog 会就这样平淡的结束 想不到 你们要看到我戴钢牙的样子 早一天戴上去 就早一天结束 OK 待会见了 哈喽 再见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钢牙妹 搞定了 太戴上去晚上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然后医生说 晚上的时候 会感觉有点酸痛 我就发现这个牙齿 有一种 微微的那种拉扯感 真的是有点不习惯的 特别是就是 你嘴巴闭上的时候 它就这样闷着 但我还是不是很建议 就是我笑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 挺OK了 其实闷上的时候 会觉得嘴巴有点粗 就这样 就有点不习惯 OK 那就在这里要跟大家 说再见了 以这个钢牙妹的造型 然后接下去会比较忙 下一星期呢 我们又有出发去中卫 然后给大家拍下一期的 安妮中国星 然后又是到了双十一的备战状态 当然也不要忘记哦 我们安的玫瑰庄园 十一月一号 还有十一月十一号 两个时间节点 零点开始 限时一个小时 全场买一送一 这次的活动 就是这么简单暴力 双十一新单 也跟大家稍微的说了一下 那具体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安的玫瑰庄园的首页 然后之后我的微博 也会发一个活动解析 到时候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对 现在讲话真的是有点不太 不太渗流 希望我早点忙完 然后去接宝宝回来 非常想念她 OK 那我们就 您下中卫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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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